资料表里面包含就是那个 把它开起来 包含就是我们刚刚的table01 table02 然后member01 020等等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其中的 资料查出来 并且把它列在 当然我们刚刚刚都是用 SQLite Browser 如果说我今天不希望 用 SQLite Browser 我想要直接在这边 直接就可以查 Python 里面直接查出来的话 基本上的话 比如我今天要查的是 像刚刚table01 或table02 我这边是查table02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会发现大概就几行 里面的话前面几个部分都跟 其实你就会直接拿刚刚的程式来改 主要改哪些地方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拆开来 其实主要就是跟刚刚的 前面这三行是一定一样的 也就是一定会连资料库 并且把建一个资料表的物件 再来的话就是说我要查询的话 底下就执行一个 SQL 语法 就这三行就刚刚那三行 差别就是以后的那个语法 slate 所有 from table 但是特别注意 刚刚这个地方 它因为是直接执行 不需要 return 一些结果 但是这边的话是因为我查完之后 我需要本来是写 本来是写那个 用 其实本来是 cursor.sq 我们其实这边也可以用 com 就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个 cursor 里面 特别注意 那 cursor 其实有点像什么 虚拟的一个算资料表物件吧 OK 它里面就放什么 就放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里面的话呢 我要全部把它读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 它第一个 它只会给你的是里面的那个 record 它没有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我们为了说立印的时候 需要栏位名称 所以我先print print什么呢 也许编号跟电话 中间我加一个 tab 就是那个定位点 然后我可以什么 再把这个科词里面的东西 所有一个一个的帮我读出来的话 特别就是Shera 你可以用4圍圈 4 那个 record in这个表里面 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先把第一笔的 record 先丢到这个row里面 那这个第一笔 record里面因为有两笔 所以我print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讲说 我第一个里面是 第一个好像我记得这个是 Table02好像就是数字 数字对 integer 所以记得要把它转型 转型之后把第一笔 record 把它抓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它是 那个integer 所以我就丢 抓过来之后的话 直接放要把它跟置串并的话 记得转型 然后一个定位点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置串 所以你丢过来的话 就直接怎么 row 第二个 第一个第二个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row里面 你也可以把它当类似一个串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串列 里面有两笔资料 然后他就逐一逐一的帮我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把它执行 他就看到结果 就是把Table02给显示出来 当然如果说我要把什么 把Member02的资料给调出来的话 其实这边的话当然一样 把这个Member02 slate的所有的Member02 然后他一样会帮我 excue过来 不过可能上面的栏位名称 跟底下的部分也要变更一下 其实资料也会带过来 但是如果说我希望Member02 我希望做一些查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最好是 假设我今天希望查的 就是哪一个会员的名字好了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我可以输入某一个人的名字 最好是关键字 比如我可能只记得他叫 叫什么 叫佩玲好了 我就打佩玲 佩玲 他黄佩玲也会出来 或者我只记得他是黄先生 或黄小姐 那你就把姓黄的帮我带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会需要一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会员姓名的 关键字查询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希望呢 可以帮我让我查什么 查他的那个区间 就是他的生日区间 哪一个阶段到哪一个阶段 或者血型 或者电话等等 OK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那个table02部分先带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稍微做个变化 member02部分 再把它改一下 试试看